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很多人都是因为网络这个原因 发挥了自己一个本身就很完美,幸福的大家庭 下面以第一人称来叙述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这样的文章 起初这个男人和他老婆生活得非常甜蜜 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爱情结晶 双方父母也很祝福他们二人 但没过多久 他老公却因为自身原因而出轨了 当他知道自己做错事的那一错 他知道已经不能够回到以前了 其实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的心里是非常气愤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男人 他根本就不配拥有一辈子的婚姻 因为就算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 他也不可能去珍惜 没过多久他老婆就知道了 于是他们二人就办了离婚手续 婚后其实他过得一点都不好 原本以为出轨可以让他忘记自己的压力 却没想到自己因为犯下这个大错误而毁了自己一生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或许是因为现在社会在发展 种种压力在压着他们 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觉得生活变得很压力 但是很多人又往往因为这些原因而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离婚后没过多久我就再婚了 因为我父母他们觉得我不可能自己单身一个人过一辈子 于是就这样匆匆忙忙的我和小三结婚了 但是婚后的生活让我觉得很枯燥滑味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在我认识他之前 他对我很好 也一直对我虚寒问暖 就想让我给他一个安稳的家庭 逼着我和我前妻离婚 现在正如他所愿 我和他走到了一起 因为那一夜我和他发生了关系导致他怀孕了 但是我会对他负责任的 当他怀孕的时候我的父母都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又可以见到他们的下一辈人 又可以接着当他们的爷爷奶奶 我现在的老婆怀孕之后 我也陪他去产典 因为我不想再因为上一个错误 一直延续到下一段婚姻 我把和我前妻的照片等一些相关的东西都给删掉 我现在只想一心对我现在这个老婆忠心耿耿 他怀孕的时候 我们去做了四维彩抄 得知肚子里怀的是个男孩 其实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很头痛 但又很开心 我之所以感到难过 是因为我现在和我前妻的儿子是我带的 可如今我现在的老婆又怀了一个男孩 我怕到时候会因为这种关系而闹得不愉快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间我又多了一个儿子 但正如我当初想的一样 我现在的老婆因为不能容忍我和我前妻的一点一滴 她现在每天都在强烈的要求 我把我现在的儿子要么就送给他爷爷奶奶带 要么就把他还给我前妻 但当初是我自己犯下了错误 而且一个女人自己带一个孩子很不容易 我不可以再对我前妻这么残忍 所以没有答应她 但是听我父母说 我老婆总是会趁我在家的时候对我儿子拳打脚踢 虽然没有像电视上那样说的后妈对儿子非常严厉 但她也很坏 我每天上班非常累 回到家中就要面对这一些繁琐的事情 每当我在回家的路上 我都在想时间能不能够回到以前 如果能够回到以前 我一定不会这样恢复我的前妻 我一定会好好的对她 我现在每天过得都很狼狈 对生活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要不是当初我犯下了这个天大不能弥补的错误 也不会使我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一切都是我应该接受的 我现在只希望我的前妻过得比我好 她是一个好女人 值得一个男人去真心地疼爱她 只可惜我当初不知道去珍惜她 爱护她 才把她弄丢了 我不是一个好男人 我知道在很多人眼里 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同时也不具备一个丈夫的身份 无论现在我过成什么样子 我都不会再去做背叛我现在老婆的事情 因为通过上一段感情 我知道了 只要两个人真心想要在一起 不管对方变成什么样子 总有一天她会被自己所做的一切而感化的 只要我是真心对待她 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 通过这件事情 我懂得了 相遇就是缘分 且心且珍惜 所以男人们 如果一个女人全心全意对你 请不要辜负了她 爱婚生活并不好过 可是又谁能知道呢